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骨骼就像一个蜂窝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孔 又有很多的骨小粮 那么形成一个既轻变又坚硬的一个结构 但是骨质疏松的病人呢 他这个骨头当中的小孔变大了 骨质变稀疏了 因此整个骨骼就变得比较松脆 稍微碰一下就可以造成骨折 因为跌倒 因为用力拿东西 甚至有的骨质疏松很严重 打个喷嚏 或者是用力开窗 它都可以造成骨折 那么常见的骨折部位 就是一个是腰椎胸椎 一个是前臂的眼端 还有一个就是骨骨 那么最严重的是骨骨的骨折 因为骨骨的骨折 通常是跌倒以后发生的 大部分病人都需要住院 90%的病人需要做手术 那么骨折以后哪怕是做了手术 恢复了 大概这一年里头 有15%到25%的病人 都会因为或者是手术变化症 或者是疏后的变化症 或者是长期卧床造成的病化症 而死亡 大概有不到50%的人 能够恢复到手术前的功能状态 另外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最终是变成需要有人护理 住到治理 住到疗养院 根据美国的健康跟隐私的统计 有1000多万的病人有骨质疏 另外有4000多万的病人有骨质吸疏 每年呢 花在这个骨质疏疏 骨折的费用呢 美国有人估计是100个亿到200个亿 就是医疗的这种费用 对 基本上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叫骨质疏疏 还有它的危害 那骨质疏疏有哪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呢 我相信老人家肯定是其中一部分 年龄当然是一个最主要的风险 比较少说年轻的人会出现骨质疏疏 造成的骨折 那是别的原因造成的骨质疏疏 不是因为年龄造成的骨质疏疏 年龄造成的骨质疏疏 那个它的危险的除了一个年龄 还有一个女性也比男性多 女性特别是在停经期以后 因为它的持继数减少 所以它的骨质变得疏松 还有抽烟的病的人群 饮酒的人群 酗酒的人群 缺少维生素D 钙子 还有一个是低体重的人群 瘦小苗条的人群 还有男性的有的是男性激素不足 还有有的人有家族死的骨质疏松 骨质的家族死 那您刚才已经提到说 这个高风险人群 可能是包括中老年群体 那是不是说咱们年轻人 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用担心了呢 那不是这样 年轻人呢 当然骨质疏松的少 但是年轻人呢 要设法让自己的 在年纪增长的过程当中 把你的骨质增加 所以到了你的高峰 骨质高峰期呢 就是在二十八九岁 三十岁这个阶段呢 使你的骨质大到高峰 你这个高峰夜高 到你老年的时候呢 当你骨质往下走的时候 减少的时候呢 你至少那个有比较多的本钱 就好像说咱们年轻的时候 要存养老金是一个道理 是养老金年轻的时候存的钱多 然后年老的时候花费的钱 你剩余的钱还是有本钱 股量也是要搭好基础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呢 经常做运动 那饮食上面注意有补充的钙啊 维生素D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不要抽烟啊 不要喝酒啊 那这个运动呢 主要是一个 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的重量 的负重运动 比如走路啊 弹跳啊 如果有负重的运动 你拿哑铃啊 脊重啊 这些负重的运动 会使你的骨骼增强 您刚才说到这个膳食方面 尤其要在饮食当中注意这个钙质 和尾滴的一个摄入 哪些食物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呢 那个很多食物含钙量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那个 牛奶 牛奶 乳制品 还有绿色的蔬菜 还有那个坚果 还有鱼类 但是吃这些有时候还不够 特别是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病人 有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病人要再补充一些额外的钙剂 钙片跟维生素 维生素D 维生素D呢 我们身体的合成主要是通过光照太阳 照太阳 那么现在的人的生活都大部分是在室内 或者在汽车里面 给病人测维生素的水平呢 基本上我看百分之八九十度是维生素D缺乏 所以多少要还是要补充一些维生素D 大概是一天要八百到两千单位 有的人呢 因为一开头就很低 所以开头要大量一点 然后以后再改小低剂量的去补充维持 那至于这个钙片呢 现在推荐的是女性五十岁以后 每天至少要补充总钙量是一千二百毫克 男性的呢一千毫克 那男的呢过了七十岁以后还是要补到一千二百毫克 我这个指的是它的整个这个钙量 包括食物的或者是那个钙片的 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 发现自己是这个高风险人群了 怎么去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的状况呢 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诊断的问题 目前我们骨质疏松的诊断 主要是靠一个叫做那个骨密度的检查 骨密度的检查也有很多方式 但是现在最普遍的最简单的就是 一个叫做Dexa的检查 它的剂量很小 而且呢很快 进去以后它主要是造两个部位 一个是腰椎 一个是髋关节的地方 它的原理是根据年轻人高峰值的骨密度 然后呢 加减它的平均值的标准差 如果标准差是在-1之内 那就算是正常 -1到正1之间是正常 如果低以-1 但是高以-2.5 -1到-2.5之间 我们叫做骨质稀疏 我刚才讲的说 美国现在大概有4千万人有骨质稀疏 就是在这个范围 然后低以-2.5 那么我们就诊断是骨质疏 所以这些病人应该要治疗 防止骨质 如果病人有骨质疏松或骨质稀疏 但是同时已经有骨质了 那么这些病人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 更要加强治疗 防止再骨质 因为它已经骨质了 那就更容易发生第二次骨质 女性停经以后每两年做一次 男性的可以在70岁以后再做 因为它发生骨质疏松的比较迟 每两年做一次检查 如果真的确诊了 是这个骨质疏松了 还有没有这个逆转的可能性呢 现在有很多药物 口服的也有注射的药物 可以帮助我们 主要是减慢这个骨质疏松发展的程度 要完全变成正常是比较少 但是我也有看到病人 我前年才有一个病人是93岁 他在十年前呢 那个T值是负的2.7 后来他吃了药 三五年以后呢 他有改善到负的2.0 到负的1.7 以后呢 我很多年没有见到他 但是他生活在曼哈顿 很活跃 经常去老人中心打乒乓球 出门走路 所以后来他又来找我了 我又做了一个 又说你这么多年没做检查 我们来做一个看看你的骨质疏松 因为我们已经停药很久 没有再给新的药 结果我发现他那个T值 就是髋关节的T值 反而改善到负的1.0 我是很惊讶 他原来是负的2.7 现在变成负的1.0 好的感谢黄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对于骨质疏松 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您致电718-888-1722 718-888-1722进行咨询 百合人的医生集团 在纽约的曼哈顿 布鲁克林 黄后区 史丹顿岛和长岛的纳苏郡 拥有超过100家诊所 为您提供内科家庭科 和近20种的专科服务 我们的医疗质量水平 在纽约市名列前茅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网站 来详细了解百合人的医生信息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百合人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健康资讯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